大家好 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们又见面了 欢迎您再次来到兰康恒大学里频道 我是傅燕 那今天的嘉宾呢 依然是兰康恒大学里的项目总经理 龙江华博士 欢迎 小伙伴们好 傅燕好 你好 龙博士 上周五的时候 也就是9月11号 兰康恒大学里项目举办了盛大的新闻发布会 那么有40多家新闻媒体参加了这次活动 场面也是非常的热闹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新闻发布会的话题吧 没错 这个就是9月11号呢 那么 热斯兰就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记者招待会 自然于这个性质的 那么我们是邀请了40多家媒体参加这个新闻发布会 那么最初来说我们是没有指望这个40多家 它能够全到的 那么结果呢 就是说40多家一家都不少 那么整体来说我们这个发布会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在发布会之后三天呢 我们这个兰康恒大学里项吧 就取得了这个4020多套的成交总共有4000多万泰铢的这个成交额 所以说这个是作为我们所有的项目来说 这个问题好 那么我们在举行新发布会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也是有一些担心的 在目前这个疫情时代 也就是说新冠病毒疫情啊 这个对全球的经济是造成很大的影响 那么泰国也不例外 尤其是台湾的房地产市场也是受到很大的影响 那么因为这个很多游客没法没法过来 包括就是海外的购房客 这样的话就直接就影响了房地产的这个成交 本地的大的发展商来说 他们很多就是处于收缩状态 那么新的项目啊 就基本上是停止开发 另外就是即便已有的项目呢 就是完成了收缩库的施工 具备了开放的条件 他们也封盘 没有就是开放 这主要是考虑到现在这个情况下 它即便它开盘 它也是一个负面的影响 只有我们是在这种逆式的情况下才开盘 那么为什么这样做呢 我们最初是这个时间也是处于一个不确定状态 原定我们计划是一号 后来就担心疫情的原因是 就是计划是取消了 然后基本上是无限制的推迟 那么我们热散来说 也有一些负面的一些经验 尤其是有兄弟项目是在疫情之前 举办了这个也是发布会的这种活动 正赶上疫情 那么基本上展厅了也没有 可到房也没有成交 那么发布会本身 活动本身 同样要花费同样的费用 但是取得的结果就是差强人意 所以说我们再举办这个新发布会 也是有很多的犹豫 但是从Restland公司来说的话 就是从战略上 整体发展方向上我们是立足于泰国 而且我们是对未来充满信心的 绝对是看好未来 因为对于泰国来说 对于中国人来说 我觉得未来泰国就是中国人的后华源 所以从战略上 我们是看好的 也是看好的 虽然说我们有担心的话 但是同时是面完 实际是看好 包括我们公司的市场战略和关系的总监 一直是在独处一定要举行一个新闻发布会 那么我们项目层面的项目 就是项目营销总监 泰国人拼卒也是在独处赶快做这个事情 那么后来我们就桥定了 9月11号举行这个新闻发布会 主要的目的也是想 既然我们看好这个市场 那么我们在这种后疫情时代来 就是通过这个发布会来 进一步能建议去信心 对吧 能够打破一下这种新冠疫情 这种阴霾 所以说当时就是我们决定推动 在9月11号举行 那最后的结果呢 也是非常正面的 就是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说我们对这样的结果 也是非常欣慰 是的 其实看似是一个小的冒险的 这样的一个举动 但是呢 正因为基于我们这个好的项目 好的团队 好的领导 包括也是一个 在泰国来说 其实还是一个好的市场 大家还是有这样刚需的购房需求的 那才带给我们这样一个非常正面的好的结果 那下面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新闻发布会呢 为什么会选在 拉马9的 这个Gran McQ Hotel呢 为什么选在这个地点呢 这Gran McQ Hotel中文名就是美绝酒店 它是财富美绝酒店 为什么选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在选地方的时候呢 我们先考虑了几个因素 因为这个发布会 因为这个发布会 首先是Restland发布会 我们Restland 这总部就是在这个 拉马9的吉他玩这边 那么选的点一定要距离这个 公司近 是吧 第二个因素就考虑是 这个是针对媒体的 媒体朋友 实际上要方便他们来到这个新发布会现场 那么美绝酒店本身呢 它就在拉马9的这个地铁 蓝色地铁线的地铁站旁边 那么人可能就是你可以坐地铁 也可以开车过来 交通非常便利 所以说也就主要是方便 美女朋友 那这是两个方面最重要的因素 当时就临着这个 另外第三个因素呢 就是说实际上是 它利于中国大使馆境 对吧 我们新发布会想广而告知 那么对于在中国的小伙伴们 他对于曼谷来说 他们熟悉这个 还是中国大使馆的地方 所以当时我们选择美绝酒店 也是考虑很多 我们在中国的小伙伴 可能以前也住过美绝酒店 所以说选择这个酒店 也是水到渠成了 是这样 那对我们新闻发布会的话 40多家媒体我们邀请的 全部都到了 然后呢 也都是非常准时到来 我觉得不仅仅是因为 地理位置方面的这一个因素 应该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我想是的 正如我说 现在是这个后疫情时代 对房地产来说 整个派国来说 实际上房地产市场 现在是一片激进 有些大的发展商 它是新闻商 是停止开发新的项目 甚至也有的项目封盘 这些因素呢 就是说导致这个市场 就又被人死几层 甚至感觉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能够举行这个新闻发布会 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新闻 所以说对于媒体朋友来说 他对于这种新闻的 这个追逐性 他就去驱动他们 就是对这种发布会 它是趋之若鹜的 所以说我们邀请的 基本上是所有的 一个不拉的物 对 而且在新闻发布会之后 各个媒体都是从不同的角度 对于我们发布的内容进行解读 整个情况都是比较正面的 就是说我们给这个发布会 是跟媒体实验 维持在一个很好的关系 然后他们同时呢 对我们这个项目来 做了很好的一个宣传 所以您刚才提到发布会之后 还有一个小的采访吗 那这个新闻发布会 这些记者们都问了哪些问题呢 他们就是关注的问题 当然有的记者的问题和回答 不是我来直接来回答的 是因为讲泰文嘛 那么主要是我们的公司的 市场关系组件Dota 还有项目的营销组件 屏幕本地人 然后回答 但我可以就是说 讲一下媒体关注的一些问题点 那么关注的 他们最重要的还是关注 这个项目的区位 对吧 尤其是对EBD 或者商业区这个概念 非常感兴趣 然后对于项目周边的地铁 三条地点线 非常感兴趣 那么EDD是我们这次发布会 特别是强调的 因为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说 曼谷的城市规划 把曼谷恒地区就 规划成一个EDD 就是扩展商业区 它既然是扩展 是扩展什么呢 实际上是对于 一个是拉马九的新CPD 这个区域 另外一个是对于苏昆卫 这个传统的厂商商业中心 这个区域对他们的一个扩展 如果你要到苏昆卫区和拉马九区 你会感到 就是说现在已经是有些东西了 作为一个曼谷城市的未来的发展来说 它需要更多的空间 来支持它的发展 那么这个兰康农地区 是一个很好的承接 对他们这个新CPD 还是传统的商业区的 公盟的很好的承接 所以这一块定义成 EBD拓展商业中心 在发布的时候 我特别针对EBD做了一个阐述 那么同时就是说 我们讲到地区的三条一点线 实际上作为EBD的辅助的三条地铁线 在未来就是奠定了这个大个框架了 首先第一条的Origin Line 我们说的是橘色线 橘色线它是出发点 就是从中国大使馆旁边的 叫太古文化中心 那么从拉克罗里去到春布利 等于是把市中心拉到郊区了 那么另外一条线就是在黄色地区的 叶罗兰这个是从拉袍直接是向东 向东去到这个是北兰 北兰就是梅兰河的出开火这个方向 就是说他把另外一个方向又拉通 就是在南洪这边 就是南洪大学里所在的 南斯利站这个地方相交 这条线在2023年就会投入运行 直接就把市中心拉马九 就直接推到这个区域来了 这讲的是第二条两条线 对那么第三条线就是 叫布朗恩兰河中刺线 这条线它是到2028年完工 实际上这条线是已经有部分是施工了 但是这个是有一个规划原因 有点暂停 它是从兰河出发 然后直接到了南洪大学里 这个项目黄边的叫蔚来 它也是终点站 就是南斯利站 这会把向南马恩机场那边的方向 但是人就会拉到这边来 那么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地区南洪地区 未来基本上就是一个 四中八大会计的一个局面 它是能够很好的承接了 EVD的这种角色 然后记得对这个就非常关心 当然也关心了其他的项目 周边的配套 周边的大学 也有了一些商圈 都是他们关注的重点 但整体来说 媒体对于这个项目 就是说人生来说 是非常正面的 而且对新闻发挥也是正面的 我觉得我们把这个项目的特点 它的区位 它的功能 讲得非常清楚 对啊 而且是 就是说 是给了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形象 是 所以我觉得这次发布会 不仅仅是南康恒大学里的一个 项目的发布会 其实是给了泰国房地产市场 给了一个很大的信心 对 所以这些媒体朋友们 他们才会这么积极的正向的 去报道我们的这次 这次新闻发布会 那我们 今天他们会这次举办 是非常成功啊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还有什么样的 陆续的活动吗 有 就是在后疫情时代的 我们还是希望 多举办一些活动 能够让泰国曼谷的 市民 了解这个项目 让海外的朋友 了解这个项目 让更多的大学里的小伙伴们 能够知道我们 下一个最近的项目 一个活动呢 就是我们9月27号 有一个迷离马拉松 迷离马拉松 就是 南康大学里是独家赞助 举办这个迷离马拉松 是由泰国记者协会来主办的 然后地点就是 南康大学里旁边这个运河段 这个旁边的运河呢 就是叫空森桑运河了 我们实际上对于这个曼谷来说 有的小伙伴们可能知道 它过去有个很美丽的名字 叫东方威尼斯 为什么叫东方威尼斯 就是因为它的运河是特别的多 那么在南康大学里旁边 这个运河呢 是非常大的一个运河 因为它是有运河快船的 从把客人每天 差不多有8万人的乘客 就是从这个 从这个兰斯利这个区域 然后出送到这个曼谷 运河到明兰河这边 就是分过这个区域 所以说这个 我们想利用这个地理优势 所以说赞助 就举办了这样一个迷离马拉松 是在9月27号 我们是欢迎在泰国的 曼谷的小伙伴们 能够有条件参加的 参加这个迷离马拉松 这是一个非常阳光和健康的活动 也是让我们的朋友们 更多的了解 这个曼谷东方威尼斯的一些风月 所以2020年在这个特殊的一年里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健康 所以希望我们的大学里小伙伴们 都能够积极的来参加我们 9月27号的迷离马拉松活动 那我们今天的采访 基本上就到这里了 希望我们接下来的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 有用的精彩的资讯 谢谢大家 さーリーカー